整个来讲它其实还是一个传统文化 对 我觉得是大家或者是国外的观众 他可能比较多在春晚上看到的是 更加热情奔放的节目 那么《直死轻率》这个节目它比较含蓄 比较内敛 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特别 但是慢慢的它可能品出了一点点像中国茶的味道 是一种沉浸里面带有一种力量感 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在春晚这个平台上 它的风格性一下子的这种不同 而且我觉得从服饰等等而言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看出了 国外观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强烈的兴趣 我觉得我们也是在这种 借由于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喜爱 我觉得也是立足于这一点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取之以山河以惠山河的人吧 谢谢大家 接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